视频中这种罕见的现象名为蚂蚁死亡漩涡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 这群蚂蚁会持续保持转圈状态 直到体力耗尽而死 1936年 一位蚂蚁生物学家发现几百只蚂蚁不停转圈 这现象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 即使期间下了一场大雨 都没能阻止它们这种行为 第二天大部分蚂蚁已经死亡 但仍有部分蚂蚁在虚弱地转着圈 处于宾死状态 是什么导致了蚂蚁发疯一样的旋转呢 我们都知道 蚂蚁王国一般由 蚁后和成千上万的公蚁组成 凭借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 登基森严的蚂蚁王国 被建设得井井有条 为什么蚂蚁无法发声说话 但却表现出有群体智慧的复杂行为呢 其实是因为蚂蚁会利用腹部末端的线体 释放出一种有特殊气味的费洛蒙 也就是一种细细素 不同的费洛蒙有着不同的含义 当其他蚂蚁用触角识别到之后 就会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 比如当蚂蚁死去时 尸体会散发出死亡费洛蒙 其他蚂蚁辨别出来后 会将尸体运出巢穴外丢弃 又或者当蚂蚁搬运食物时 会分泌并流下 踪迹费洛蒙 使得其他蚂蚁可以根据气味 沿着这条路径找到食物 并搬运回巢 视频开始我们提到的蚂蚁死亡漩涡 就是由于充当领头羊的工蚁 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引起的悲剧 行军蚁大多属于天生的高度近视眼 它们没有固定的巢穴 活动范围非常广大 而且经常活动于事业狭小的地面 因此行军蚁想要协调彼此的行动 就必须高度依赖费洛蒙的作用 作为开路先锋的一批工蚁 会在沿途留下一连串的气味路标 只要沿着前方同伴留下的信息速气味前进 后继的大部队就会一致行动 这套简单高效的沟通机制 绝大多数时间都很给力 但如果某些领头行军蚁脑子一抽 走出了一条封闭路线 导致踪迹费洛蒙出现混乱 后面的蚂蚁根本没有能力 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只能前辅后继的紧紧跟随 沿着熟悉的气味不停地打转 直到纷纷历劫而亡 有趣的是蚂蚁的这种行军方式 还能受到人为干扰 比如在一群蚂蚁中丢入一部手机 在接收来电后 一旁的蚂蚁会受到磁场的干扰 从而打破原来的行为模式 规律地围着手机不停地转圈 看起来就像发疯了一样 这种行军方式就像个人 在这种行军方式就像个人 在这种行军方式就像个人